小男孩搬入新房间意外发现的本书 原来是可以帮助自己实现愿望的童话书 却没有想到直接召唤了许多怪物前来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年,我是琼哥 今天我们要说一部奇幻精神电影《魔灵》 故事发生在1989年,一个安静的夜晚 小男主是个哑巴,在他准备睡觉的时候 除了听见头顶上方电风上发出的噪音 好像还有陌生人的声音声 于是他起身下床,打算一探究竟 循着声音走到的厨房 发现竟然有一个白女子在厨房内哭泣 此时,镜头一转同年的秋天 小男主和父亲搬了新家 父亲似乎还充当着母亲的角色 伴小男主装饰房间,在沙发上读童话故事 这天夜里,小男主在房间内熟悉一些的环境 结果在储物间发现了上个住户留下的一些东西 其中放在柜子上方有一个布满灰尘的布袋猴子 上面好像还有念出一类的东西在藏绕着 好奇心驱使下小男主打开了这个奇怪的东西 里面就让西本封面上印着奇怪图腾的书 放开书本发现里面密密麻麻的写着什么 正当他入迷时,父亲上来查看 还以为小男主说的啥事 小男主花忙遮住自己发现的东西 随后便询问父亲 自己的母亲有说过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吗 父亲则安慰小男主是很完美的 只要记得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就好 随后父子二人就下楼用餐了 父亲说道等到爷爷奶奶过来度假时 就能帮自己照顾小男主了 然而小男主似乎有点羞慕在焉 问到父亲是否有人死在这个房子里 父亲表示确实有人死在这里 但是先为年纪大了才试试的不碍事 但小男主似乎还是有所忧虑 接下来父亲要去工作了 并嘱咐小男主自己会在他起床后回来的 等父亲离开小男主就在排风口处听到了一响 不过自己现在的兴趣可不在这 立马跑回到楼上翻开了那本魔法书 上面写着 将按照步骤就可以实现自己许下的任何愿望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小男主按照魔法书的要求将东西摆放在罪的面前 但现在时间还没有到 所以小男主按照父亲的要求打开了收音机 原来在九点半的时候 父亲通过电台给小男主点了一首歌 也因为自己患有哮喘要定时使用哮喘喷雾 但这些事情做完之后还没到魔法书要求的时间 于是小男主又将自己在锄间发现那张老头画像盯在了墙上 虽说不小心将墙给砸坏了 但好在这幅画刚好能够盖住 终于等到的时间 小男主就按照步骤 先划着火柴 刺破了这个手指 递了三滴血在燃烧的烂烛上 随之就对着禁止许下的愿望 那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说话 还对着禁止附许的三遍 原来真的会有奇迹发生 小男主开始尝试发声 然后结果就让他失望了 上期的小男主就将东西给收拾好 而他的脑中时不时会想起 但是在出发内哭泣的陌生女龙 可伴随着蜡烛的烂烧 此时回忆的事情发生了 喜欢找出来的小男主关掉电视 但电视又突然打开 并且客厅又传来了游戏机器人的声音 关掉机器人玩具 但收音机里面的音乐又响起来 此时的小男主察觉到不对劲 立马想打电话给父亲 结果在拐弯处 看到了某个恐怖的东西 吓得他急忙躲到了自己的环境内 而那个恐怖的东西 也随着黑影幻化成了轮型 这个怪物本想冲破防茫 没有办法 小男主只好用自己弱小的身体 抵住毛 但怪物的力量确实太大了 毛很快就被撞出了一条缝 怪物的手刚好能够伸进来 但奇怪的是 镜子里面怪物的手竟然是黑色的 集中身材的小男主利用化妆台的剪刀 刺下了怪物身杰人的手掌 怪物痛苦的声音了一声 小男主立马光剪了防茫 而小男主也发现自己刺破怪物时 掉落下来的黑色残留物 捡起来后 发现粘在他的手上凝乎乎的 甚至还能拉丝 眼界门进不来 出名的怪物直接来到了厨房 打开了明气罩 因为小男主患有哮喘 必须要呼吸新鲜空气 他想要通过这个办法逼出小男主 果然这个办法皱笑了 小男主知道自己必须逃出去 出名的他故意躲在那旁 拿走了马桶上的胆板 趁着怪物进来时 从背后偷鞋的他 怪物狠狠地摔在了浴缸之中 小男主趁机逃了出去 马上找到了朋友 猛吸几口才缓过神 但危险还没有消除 小男主尝试开门 却发现无法打开 于是只好通过砸碎窗户 结果没有想到 自己被敲击窗户的力量给反弹 郑重地摔在了地上 而窗户上被敲开的内方 竟然自己复原了 害怕的小男主哭得起来 但他并没有放弃挣扎 他先将没起早和排气厂 连接的管制关掉 发现电话可以用后 又将陷入昏迷的怪物 灌在了浴室 此时 坐机响起 黑影又从锄间浮现 再画上环绕 小男主此时 拿着手机躲在了船底下 而怪物也苏醒 索性没有发现小男主 此时怪物此时 突然按下坐机的免提 小男主手中的手机就发出了声响 好在他眼睛走快 立马将手机关掉 并躲得起来 而听到翔顿的怪物 也寻找声音在房间内 尸处搜索 这时我才真正看清 怪物的真面目 竟然就是初见 那幅画中老头的模样 而小男主也拿着喷物 对着怪物的眼睛 喷了过去 在后退中 不小心踩碎了自己 和父亲的相框 被喷物喷到的怪物 暂时看不到 只能通过声音并别方向 此时的小男主 意识到应该是那本书 让自己召唤了一个 可怕的怪物出来 于是他赶忙重新翻抗魔法书 果然因为自己 学下的愿望 存有幻想的灯神 而灯神通常是 以使人的形象出现的 来阻止召唤者的欲望 而唯一吹上灯神的办法 就是熄灭蜡烛 于是小男主 在尝试吹灭蜡烛无果后 直接将蜡烛进入到水中 但还是不行 原来熄灭蜡烛 还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必须等到零点过后 于是他拿着手电筒和刀房上 走出了房间 想检查一下怪物是否还存在 结果怪物到时没有看见 但之前一直出现 背对着自己哭泣的白鱼女子又来了 只不过这次 白鱼女子突然转过车来 可怕我吓了一跳 可怜的小男主 被白鱼女步步紧逼到房间里 在最后时刻 小男主 利用按下机器人说话的按钮 成功吓跑了白鱼女 并且在白鱼女逃出时 迅速地将她锁在了厨间内 同时利用到卡住了厨间的盲 自己也利用这个时间 将房子重新通电 并拿出了父亲新买回来的电话 但没能成功接通父亲留下的号码 此时屋内上方的天花板又传来了异响 觉得疑惑的小男主 一步步退到了房门外 结果没有想到白鱼女 直接冲破通风口 用手捂住了小男主的脸 随之转移到喉咙处 完全被亲自住的小男主 菜顶就完蛋了 好在自己用牙 狠狠地咬住了白鱼女的手 才从她的手中逃脱了 但觉得胳膊还是受伤了 孤立无怨的小男主躲在了浴室里 西路最后一口碰雾剂 又洩漏到短暂的回忆中 此时我才明白 影片开头和现在出现的白鱼女 正是她的母亲 只不过由于自己也是哑巴 在母亲开枪自杀时 没能及时制止她 这也成为了小男主的心结 等到她再次醒来 准备用信刷了卫生机的盲 打算在最后时刻熄灭蜡烛 但白鱼女此时逃得出来 不过她是看不见的 于是小男主就在屋内 和白鱼玩起了作命一场 小男主蹲在地上 看着白鱼即将要发现自己的时候 由于几秒后还是决定 用刀狠狠地滑向白鱼的脚踝 白鱼长叫一声倒地 但哪怕是这样 倒地的小男主 还是被白鱼给牵制住了 最后关键时刻 她用刀袭击了白鱼才脱身 于是慢慢地躲在了船底下 暗中观察白鱼的情况 白鱼由于受伤 暂时运倒了 小男主打算安静地约过白鱼 来到厨房 看到蜡烛还在烂烧 正准备熄灭 但这一次又被苏醒的白鱼 抓住了脚踝 在挣脱时 她不小心扭伤了脚踝 可现在只差最后一步了 小男主不想放弃 于是费力地爬行 终于来到了蜡烛的面前 不过此时的白鱼 转变了战术 叫着小男主的名字 毕竟自己是小男主的母亲 还恢复了容貌 不过白鱼在售后却偷偷藏的刀 目的就是为了欺骗小男主 好在小男主并没有被迷惑 直接去免了蜡烛 白鱼灰飞烟灭 整个家也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而自己受伤的手臂 玩好无爽 以为一切都结束的小男主 还认为自己这样成功打扮了灯神 那么自己许下的勇往就会实现 于是她再次尝试说话 可惜还是不行 无奈之下回到了房间睡觉 这一次她做了个梦 朗朗是自己的母亲背对着自己准备举枪 只不过这一次她突然能够发出声音了 妈妈听到后也放下了手枪 于是小男主走进询问母亲自己能否阻止她 但母亲只是抱着小男主哭泣 等到镜头一转 小男主在睡梦中醒来 父亲也下班回了家 小男主用手以后父亲说我爱你 原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没有想到怪物出现在父亲的身后 只不过这次怪物并没有幻化成任何人的样子 而是全身漆黑 那个怪物牵制住了父亲的喉咙 同时自己的喉咙也遭到了袭击 原来灯蛇并没有完全离开 他还是满足了男主的愿望 让他有了声音 只不过是强行将父亲的身带转移到自己的身体内 但这样实现愿望的方式真的好吗 影片的最后 小男主抱着尸身的父亲说到 我收回愿望 但此时为时已晚 那团黑影也再次回到了魔法书中 有些书本不要随便碰 更不要随便学下愿望 正如影片中父亲所说的那样 要看看自己现在拥有的 而不是失去和没有得到的 不然为了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可能要付出更大更可怕的代价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